任何人只要肚子一饿 加上美食当前都会忍不住品尝一下 像这位李先生对于自己爱吃的食物 肯定会饱餐一顿 因为真正的这个胃的这个问题 它不会痛 它不会痛 其实它是一种胀气的感觉 大部分就是很不舒服 可是又讲不出所以然出来 其实时常是因为我们胃的一个慢性的发炎的情况 因为我们吃进去东西之后 它的胃酸 它的胃酸的关系 在胃里面一直持续的食物没有办法消化下去 变成原来两三个小时可以消化完 它搞不好五六个小时还消化不完 临床案例 一名中年男子经常饮酒 搭配香肠 腌渍韭菜 每周平均三次以上 没想到近期经常感觉到胃胀胀的 而且不时出现恶心 甚至想吐的症状 原本一开始以为吃太多 导致胃胀气持续一个月之后 赶紧求诊治疗 曾经有办案例就是说 围肚肚肚肚 它以为是消化不了 后来原来是胃在长东西 那胃在长东西胃癌这个东西 它其实在早期 它是没有什么症状 就一般的症状而已 但有时候等到你大便有带血 鲜血或是带黑色大便 或者是说吃不下的体重减轻 提醒早期胃癌症状不明显 大多是以溃疡来表现 比较不容易联想到是癌症 等到出现了解黑便 贫血等未出血的症状 或者是难下业的情况时 可能是胃癌中满期 因此民众一定要提高警觉 不舒服尽快就医 把这新闻综合报道